传道书第三章 万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生有时 死有时 栽种有时 拔出所种的也有时 杀戮有时 医治有时 拆毁有时 建造有时 哭有时 笑有时 哀痛有时 踊跃有时 抛制石头有时 堆距石头有时 拥抱有时 避免拥抱有时 寻找有时 舍弃有时 保存有时 抛弃有时 撕裂有时 缝补有时 静默有时 讲话有时 爱有时 恨有时 战争有时 和平有时 做工的人 在自己的劳碌上 得到什么益处呢? 我看 神给予世人的担子 是要他们为此烦恼 他使万事 各按其时 成为美好 他又把永恒的意识 放在人的心里 虽然这样 人还是不能察觉 神自始至终的作为 我晓得 人生最好是 寻乐享福 人人有吃有喝 在自己的一切劳碌中 自得其乐 这就是神的恩赐 我知道神所做的一切 都必永存 无可增添 无可减少 神这样做 为了使人在他面前 存敬畏的心 现在有的 先前就有 将来有的 早已有了 因为神时已过的事 重新出现 我在日光之下 又看见 审判的地方 有兼饿 维护公义的地方 也有兼饿 我自己心里说 神必审判 义人和恶人 因为各样事物 各样工作 都有定时 我自己心里说 至于世人 神要试验他们 使他们看见 自己与牲畜无异 因为世人所遭遇的 与牲畜所遭遇的 都是一样 这个怎样死 那个也怎样死 两者的气息 都是一样 所以人并不胜于牲畜 一切都是虚空 大家都到一个地方去 都出于尘土 也都归回尘土 有谁知道 人的灵是往上升 牲畜的魂 是下降而入地呢 因此 我看人最好 是在自己所做的事上 自得其乐 因为这也是他的份 谁能使他看见 他自己死后的事呢 我可以试试一下 我去死后的事 在我身边 我可以试试一下 我一定会认试一下